温柔而坚持 温柔而坚持 我們已經聽了很久很久這樣的一個講法了 可是實際上要做起來的時候 很多媽媽卻還是覺得很模糊 不知道怎麼樣 温柔而坚持 弄到最後都好像需要我們很兇 孩子才有辦法聽 聽我們的話 其實我今天要講一個例子 也是大家常常在發生的 狀況在外面餐廳 孩子在那邊跑來跑去 叫他不要跑來跑去 偏偏就是講不聽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要怎麼樣溫柔而坚持呢 其實我覺得有四個步驟 必須要告訴大家 第一個就是當孩子要去到一間餐廳的時候 我覺得真的是要預告 因為孩子畢竟還沒有長大 你如果不預告的話 他很難知道說接下來 我們會遇到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預告是很重要的 譬如說我會這樣子跟我的孩子預告 待會是一間餐廳 不是親子餐廳 所以會有人端湯 端菜 跑的話 你可能會燙傷 所以我相信你一定會 到了這個餐廳的時候 一定會乖乖的做好 喔你說這樣的講法 跟不預告有什麼樣的一個差別 其實我們常常會在出門的時候 跟孩子講說你就是不要跑 等一下的時候進餐廳的時候 如果你再鬧的話我就修理你喔 然後每一次都這樣的話 今天絕對不可以這樣 這些話聽起來好像都沒錯 也是一種預告法 可是你卻沒有讓孩子知道 為什麼你不希望他跑 我覺得這是很可惜的地方 所以我常常會跟他講 而且要講得完整 這個預告必須要完整 告訴孩子說 我不希望的是你受傷 而不是我只是要限制你而已 我覺得這個非常非常的重要 第二個是提醒 你以為你預告完了以後 孩子就會乖乖做好嗎 那一定是不是的啊 所以呢 當一個孩子呢 到外面去的時候 還在那邊趴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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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趴 OK然後呢 還是不聽 好的時候呢 我會對他做的 我覺得是用堅定的語氣去提醒 而不是用生氣的語氣去提醒 這很重要 你用生氣的語氣去提醒的話 他不知道你要提醒他什麼事情 他只看到你的生氣 但是你用堅定的語氣去提醒的時候呢 包括這樣子做 我會對一個孩子講說 阿姬媽媽不是有跟你講過 說不可以跑嗎 看著我 你現在是在跑嗎 你現在是在跑嗎 為什麼呢 你答應我的事情沒有做到 而且我們是一起約定的事情 你為什麼沒有做到 我會握著他的手 跟他拭目相交 好好的跟他說 我們兩個約定的契約 這不一樣 你限制他的事情 不是兩個人一起約定好的事情 兩個人約定好的事情 才會讓他產生比較慚愧 為什麼我答應你 而沒有做到的那樣子的一個感受 所以這個時候呢 就要稍微跟他講 而且要握著 跟他拭目相交 而不是很多的 爸爸媽媽在做的 就是一直在提醒他說 我不是跟你講說不要忙 你在跑的話 我就修理你 我就揍你 我就要走了 我再也不會帶你出來了 等等的 這些生氣的語氣 不如用堅定的語氣 這是第二個步驟 第三個步驟 如果他還是跑呢 這個才像牌子啊 訂好你們的處罰 剛剛你接下來應該要 譬如說跟他講說 你現在還在跑嗎 接下來應該要怎麼做 你跟他拭目相交 問他了以後呢 就要訂了處罰 如果沒有做到 你跟我的約定 又來了 你跟我的約定 那我們就要出去罰站 或者回家之後呢 你下一次就少一次打球的機會 或我們一起出去玩的 這樣的一個機會 為什麼 因為你不聽話 因為你不聽話 所以這個時候就要開始 訂好處罰 那訂好處罰就是 也是你跟我一起訂好的 這個原則很重要 第四個也就是最重要 執行這個處罰 很多爸媽媽媽 我們最擔心的就是處罰 都是說了就算了 有說 然後下一次又忘記了 也不一定會遵守你們中間的 那個約定 我說你只要講得出來的處罰 你就要能進行 你就要能執行 因為孩子才會覺得說 你是個說到做到的媽媽 你是個說到做到的爸爸 這個是在幫助你建立 下一次在定規矩的時候的 威信跟權威 我們一定要當一個 有信用的家長 而且有威信的家長 我們不是時時刻刻 只跟孩子做朋友而已 我們要能當他們的朋友 但我們也必須要把這個規矩 能建立進去 因為你沒有做到 所以呢 這一次我們真的就不出去玩了 這一次不出去玩的原因 就是因為你上次說到沒做到 OK 那在這個限制的當下 這個禮拜不能出去玩了 是因為你上次做不好了 在這個限制當下 你再去提醒他 這個才會讓孩子去思考 如果一個孩子不思考 如果他的爸爸媽媽說話不算話 講出來的處罰是做不到的 他就會更欲取欲求 他就會更不聽話 所以講不聽 有的時候是因為沒有做好 溫柔而堅持 在家長裡面 讚美跟處罰 其實對於孩子規矩的建立 其實是一樣重要的 孩子能不能建立一個規矩 其實跟大人會不會輕易的妥協 有密切的關係 溫柔而堅持四步驟 請幫我們分享囉